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幸福处方签 常听到有人说 相爱容易相处难 婚姻是恋爱的坟墓 的确在现今这个 只想求享受当下 不愿意付出承诺的素食社会里 婚姻要如何保鲜 夫妻之间要怎么样相处 才能长久 真是一门很不容易的功课 最近有一本新发行的礼物书 名叫《Marry Me》 作者Q Lamb 以自己婚姻生活经历 跟读者们分享到 其实进入婚姻 并不是像童话故事所说的 从此公主王子 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反而是两个人 磨合挑战的新开始 以下族为例 Q Lamb的丈夫 想要下班回家 就能够赶快吃到饭 而Q Lamb只是希望 可以得到丈夫 饱餐之后的表情和赞美 夫妻两个人 各有不同的期待 而如果这个时候 你只在乎自己的需要 而忽略对方 那双方就会有 吵个没完没了 所以Q Lamb 在书中鼓励大家 在婚姻关系中 要欣赏的眼光 来看对方 两个人会走到一起 最后进入婚姻 对方一定是有吸引你的优点 因此 不要让自己卡在负面的情绪里 好好珍惜跟另外一半 相处的时间 这才是婚姻中真正重要的事 圣经里有一段话说 要使你的全员蒙福 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应用在现实的婚姻生活里 也就是说 你要让你的另外一半 感受到幸福蒙福美好 你要爱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看她是好的 是上帝创造的 是无可取代的 是上帝对你最美好的 预备和祝福 你们可能在彼此 还一无所有的时候 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就相互陪伴 一起为生活打拼 你们也有过对未来 对家庭美好的向往 如今时间一天年过去 两个人也渐渐年岁加多 生活也许只剩下了柴米油盐 但是亲爱的朋友 永远不要忘记起初的爱 学习在日常中 珍惜有对方的日子 如此 你才能进到上帝 设立婚姻的祝福里 不但是一生之久 更是越久越甜蜜 在婚姻的誓词里 有这么一段话说 从今以后 无论安乐 艰苦 富贵 贫穷 健康疾病 我都敬爱你 我都敬爱你 保护你 死之不渝 信守此悦 这是新郎新娘 向对方的誓愿 是彼此向对方的尾声跟承诺 而这个承诺是致死不渝 是不管富贵贫穷 或是健康疾病 都不会改变的 亲爱的朋友 美好婚姻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 就是一生一世 因为只有稳固的婚姻 才会有稳固 彼此深度信赖 长久的关系 而当然 也只有这样稳固的婚姻 才会带来稳固的家庭 你们的孩子 才会有幸福 才会发展出健康的身心理 在这个情人节的前夕 愿上帝祝福大家 都能够在婚姻关系里 找到真正的幸福 然而 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 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 就在早安Easy Go 直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